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今天帮大家介绍这个越南酸辣鱼汤 那首先呢 把这个鱼需要去腥 所以我们把鱼切了鱼块以后 我们必须加一些米酒 然后加正常水温的水 正好盖过我们的鱼肉 让它去腥浸泡15分钟 让鱼的鲜味整个出来 那之后 我们有一个螺旺纸 它是我们越式料理里面 非常重要的一道食材 它是我们越式料理里面的秘密武器 它本来是像这样是干的 所以我们必须要泡在正常水温里面 浸泡20分钟 让它变成像这样子 我们要开始来做这个汤底 我们有一些热水 然后把我们的螺旺纸的汁 过滤放进来 达到它的酸 那之后开始要加上 我们其他的食材了 凤梨也是我们酸的来源之一 所以我们要加一下凤梨 到这个汤里面做汤底 还有番茄 番茄的甜跟酸也是一样 做高汤的汤底 还有最重要的辣椒 是它的辣度的来源 我们加进来以后 还有最主要香料 我们是拿九层塔 非常缺一不可的香气 所以我们这个必须要放到里面 让它煮滚当我们的汤底 好 那再来我们 还会再加个高丽菜 增加它的蔬菜的一个甜度 越南家庭里面 高丽菜是一个非常必须要的 一个食材 要煮30分钟 把鱼汤的汤底煮好 那它的酸 甜跟辣呢 就是在汤底的时候 我们必须要加 所以我现在要加5匙的糖 增加它的甜度 好 再来 加一点点盐 把它的鲜味掉出来 不用太多 差不多半汤匙就可以了 那这样我们等滚了以后 30分钟 汤底就准备完成 好 我们这个汤底呢 煮了30分钟以后 所有的蔬菜都已经煮熟了 所以你闻闻看它的味道 哇 我马上口水就快滴出来了 那我们这个鱼肉 已经浸泡完去腥完了以后 我们现在可以直接丢到汤里面去 高汤里面去煮 煮的过程可能只需要3到5分钟 我们稍微把它拌均匀 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先放一下秋葵 因为秋葵我们太早放的话 它会变黄 而且秋葵是比较有粘稠性的 它很快就可以把那个粘稠带到汤里面 还有秋葵的一个它的养分和它的香气 秋葵下去也是跟鱼肉煮完的时间差不多 那最后的时候我们才会把最不耐煮的豆芽菜丢下去 因为越南人呢不管吃什么东西一定会放新鲜的豆芽菜 所以我们在关火以后才会把豆芽菜放进去 那我们放进去以后稍微让它用高汤的热度把它烫熟以后 我们就可以盛盘 我们先把料捞出来 有没有看起来这个颜色非常非常的丰富 它的味道说实在的在这边闻起来 它真的是酸甜那种香气都在 把汤加上去 最后还有一个最重要的一个步骤 我们的蒜酥 蒜酥撒上去 还有我们的辣椒片 最后我们的九层塔叶 好 我们这道越南酸辣鱼汤就完成了 是不是很好看 这道菜是很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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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没有鱼的味道 这道菜是很酸的 是很新鲜的 然后那个汤也是没有那么酸 也没有那么辣 这个加军兰有一种类似的样子 一样 加军兰是叫尴尬 尴尬 对 对 你们真的真的很厉害 真的是真的很特别 我觉得蛮好吃 好吃 我也觉得这样 对 我们真的是 我觉得是蛮好吃的 好吃